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人來到了就是名古屋 這一次要帶大家來逛一下日本的中部的之旅 然後一樣這一次行程會分成上下兩支影片 那再跟著我一起去看看 這一次也會帶大家去哪些地方吧 出發囉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一站是犬山遊園站 然後我們現在先帶大家去坐個導覽船 就是你可以邊坐船邊看到犬山城 可能是一個滿不錯的體驗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等一下就要去坐後面的這個船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會出航去 就可以邊遠眺犬山城 然後邊看看這個美麗的西衣景 OK 好 那我們現在準備上船囉 它是有屋頂的船耶 犬山城就在我們眼前 然後看著後面這個景色非常的舒服 它說這樣整個行程大概要40分鐘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現在看到的景色就是像這樣子 超級漂亮的 犬山城在這裡 哇 我們坐完船啦 坐船的感覺很不錯 而且我正在坐在裡面 因為它上面有那個篷的關係嘛 然後你吹著那個涼風吹吹 然後你會看著旁邊那個藍藍綠綠的感覺 真的真的非常的舒服 所以這個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犬山城 旁邊的話也建議大家可以來試著坐船看看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犬山城看看吧 之前有曾經在一部影片也有來過犬山城 但是那時候呢 只帶大家稍微看了一下這個四周 然後今天來稍微的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犬山城的歷史 犬山城是在1537年 是由資田信長的俗父 資田信康所建造出來的 雖然說它也是資田家的 不過其實後來他的兒子資田信青呢 跟資田信長他們是屬於敵對的關係 然後這個城主的資田信康在當初 準備去進攻當時的稻葉山城 也就是現在的祈福城吧 然後結果失敗了在那邊暫時了 後來城主就順利上變成他的兒子資田信青 然後就是有這一段小小的故事在這邊 然後犬山城跟我們一般所看到的 比較屬於觀光的那種城 比起來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 當初在建造的時候就是為了防守而建造了 所以說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們在走 台下面的路的時候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那麼輕易的看到天守 我覺得這也是那個城山城它的一個特點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周圍的地形 就是旁邊這些有這個石園的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是我們以前的人打仗 就是會經過這邊往上衝 然後旁邊的這邊上面 就會有一堆工兵尖載色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可以看得出來那種 日本的城他們的設計呢 通常你要到達天守 你都不需要經過很多個轉彎轉彎 而且周圍都有很多像這樣子 就是他們可以去防守的地方 好 繼續努力往上爬 各位犬山城呢 它是目前日本所現存的就是有 最老的木造式的天守的城 然後它目前是國寶的重要文化財之一 所以說我覺得這也是還滿值得來看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這附近的話呢 歡迎進來走走喔 看看這1537年所建造出來的城 到底是什麼感覺喔 OK 上次我們帶大家看到的是 陰天的犬山城的風景 我們現在的今天大晴天 帶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從犬山城的天守呢 看出去的景色喔 大家看看這邊有多美 但一樣就是它的這個扶手非常的低 所以走在這邊呢 千萬要注意安全喔 犬山城呢 畢竟它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建築的天守 我們仔細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地板的部分 其實是有點像斜斜的 然後那邊也是往那邊斜的 因為以前沒有那種遮雨棚的設計 所以雨如果下到裡面來的話 它會自然的從這邊這樣子退掉 這也是它的一個建築的特色喔 而且犬山城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天守 它外面天守是可以這樣子繞一圈走的 然後在日本裡面好像只有兩座城有像這樣 一個就是犬山城 第二個就是高之城 所以說如果你不怕高的話呢 犬山城也是非常推薦大家來體驗喔 以前他們人就是像這樣子遠眺 就是下面呢 城下丁的狀況 如果攻打來你可以這樣去看他們 就是在這種地方喔 然後在犬山城旁邊的這一條木針川的 對面那邊就是吉福縣 然後這裡面 這裡的這個地方就是愛知縣喔 然後我們剛才坐船的地方就在那邊 OK 然後我們等一下這邊下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條很直的路有沒有 這個 我們這邊就是犬山城的城下亭 我們等一下去那邊看看吧 感覺心靈都獲得了沉浸的感覺 OK 好 然後接下來這邊其實也是可以體驗坐人力車的 然後我們就等一下去坐坐看人力車 然後在城下丁這邊晃一晃 帶大家體驗一下那種感覺吧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現在可以提供一下 請問一下 是在城下丁這邊晃一晃 這是全國市町村的種類不同 感覺很舒服 但是我… 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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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人力車我覺得滿有趣的 雖然說可能因為我很重 我覺得對小哥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整體你可以邊坐 然後邊聽它導覽附近的真的非常的有趣 大家如果有預算的話一定要試試看喔 OK 我們吃飽了 對 它這裡面其實也滿不錯的 現在來到的這邊就是他們的城下亭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這邊的建築物都非常的古色古香 而且有很多賣伴手禮的地方 我們上次來的時候呢 因為可能平日再加上下雨 真的沒什麼事 那今天呢 緊急賽選結束之後呢 現在這邊其實有滿多人在這邊散步的 先帶大家看一下這邊有什麼吧 OK 我們來到了第二間店 對 這間店超古色古香的 而且它這邊有那個甜樂 就是有點像是一串一串的東西 然後它非常的五顏六色 而且它這邊冰的也非常可愛 來吃一下吧 OK 我點的第一樣東西來了 超級少女的感覺 草莓並且它上面還插了一個愛心在上面 超夢幻的 來 我今天來少女一下好了 還有這個甜樂 它這個有豆腐 公約 還有一個麩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我點的冰茶 還有這邊的名物 金魚布哩 好像真的有一隻金魚在裡面的感覺喔 我覺得滿好吃的 真的嗎 嗯 和 ehkä玩我的音樂 我們現在進來的 我要用它 了解一下 我可以從你的口令 我們可以挖爆一下 的這個面子 然後大家也用來喔 他人家弄一切 OK 我們還買了一個用這個GEN做成的明信片 它這個真的是布的那種材質的感覺 但是後面這邊又是紙 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然後這個犬山城花紋是只有這邊才買得到的喔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是犬山車站 那我們接下來準備坐電車 然後帶大家去下一個景點 那邊是我之前也有帶大家去看過 夜景非常漂亮的地方 不過那邊白天其實也是非常的有看頭 好 現在就跟著我一起去吧 彌鼓站還沒到 OK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就是 名花之旅 然後我們以前來到這邊都是晚上來看它那個 燈光 燈飾非常的漂亮 但是大家以為這邊只能夠看燈飾嗎 不… 這邊其實還是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花 一年四季其實都可以來這邊賞花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買票準備進去吧 好 我們現在已經買好票了 雖然說它的入場費是1600塊日幣 不過它裡面有含1000元份的金券 就你在裡面呢 園區裡面是可以消費用來做抵用的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進去囉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進去囉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360度的觀景台 然後我們等一下這邊再另外買票 一個人500塊我們就可以坐這個 它整個這樣升上去 就可以看到這整個全部的景色喔 OK 我們上來了 哇 這看起來好像什麼遊樂設施的感覺啊 我們開始往上升了… 散步在花童中 最近要入秋了嘛 這種散步在花裡面的感覺 真的非常的舒服喔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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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怪啦 也看起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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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色漸漸暗了 我們等一下差不多要準備回到我們的市區 然後去住我們今天要住的飯店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回飯店去吧 大家早安 今天來到的第二天我想帶大家去看一下 就非常著名的就是飛頭高山 然後那邊有非常棒的 比如說飛頭牛還有一個老街之類的 然後今天就跟著我一起 繼續從名古車站出發 我們前往高山吧 然後從這邊坐電車過去 大概會需要花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OK 出發囉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高山車站 然後高山車站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邊 非常的非常的漂亮 它是在2017年重新建造過 改修過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美 而且可以看到旁邊這邊有兩邊 這個是他們在春天跟秋天的那個祭禮 會實際使用的那個台車的一個部分的展示品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歡迎來這邊看看 它這整條都是關於他們這個祭禮的介紹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去看看吧 好 雖然說今天才剛開始 不過想要帶大家先去吃點甜的吧 我們現在要去了一間店叫做稻峰園 然後剛好現在是栗子的季節 然後我們可以去吃吃看他們所做的一些栗子 相關的一些甜品 好 那我們就走過去看看囉 栗子香氣超濃 好好吃喔 天啊 真不會是當地人推薦的一間店 耶 超好吃的 那一間我還外帶了一支栗子冰淇淋 它這支的價格不會說太便宜 一至五百塊 但是我覺得味道應該可以攜帶一下 超濃厚 好 那我們現在是在邊散步邊到前面去 有一間他們這邊的招式 去看看那邊有些什麼東西吧 OK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是公川招式 然後他們這邊的營業時間是到12點 中午12點 然後每天都有 所以大家來的話呢 只要在早上的時間都可以來這邊逛一下 就可以買到這邊的一些當地的農特產之類的 旁邊有一些比較有那種觀光氣息的一間店 也都會有 然後如果想要是飛駝牛的一些什麼串燒 這裡其實也有啦 還有像是這種滿時尚的咖啡店 也是這條早市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今天來的時間呢 因為我已經11點快到12點 再15分鐘就12點了 所以他們其實有些攤位呢 已經在收了 這有點小可惜 下次真的是要再更早一點來才行啦 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高山季舞台衛館的外面了 然後屋台其實就是像這種山側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剛才一開始有講到 他們這邊有春天跟秋天兩個季節會有這個祭祭嘛 然後秋天的祭祭就是我現在所在的神宮的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等一下應該是可以進去裡面看一下 然後那邊有在賣入場券 那我們就先去賣入場券吧 OK 我們看完它那個山車了 從參觀的那個過程中呢 是可以感受到他們那個歷史 跟住在這邊的居民的那種齊心協力 為了一樣事情而努力的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來到高山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地方也是值得來 而且這邊有一個非常漂亮的 神社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看看囉 我也是非常興奮去台灣 謝謝 謝謝 好 親同一下 再見 拜拜 哇 這間店東西超好吃耶 它這個東西真的很好吃 而且老闆很喜歡台灣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 之後稍微能夠解封的話呢 大家來到這邊的話呢 歡迎來這間店吃吃看 東西是真的很好吃喔 各位 什麼叫做 百步穿陽 一箭穿心 中了 好 大家有機會趕快來這邊 哇 這邊超好玩的 謝謝 謝謝 這個辦公道場超好玩 超小玩 比我在台灣的夜市玩到了還要好玩100倍 真的 而且它會很有耐心的去教你就是怎麼樣設計 還有你的坐姿啊 你的握法啊 角度啊 但是他們都很耐心一點一點教你 真的可以體驗到 非常有趣的這個公道體驗喔 OK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邊 飛驼這個地方呢 非常有名的一個小小的商店街 就是有種那種小京都的感覺有沒有 然後這邊也會有非常多的像是一些古老的店家 吃的東西或是逛的東西都有 感覺上如果真的要慢慢逛的話 是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時間喔 來 我們來看看有些什麼東西吧 走在這邊有一種那種心靈 也是會沉浸下來的感覺 而且我注意到他們這旁邊的這些水溝 裡面的水一整個都超清的 完全沒有任何雜質 我覺得就算有魚在裡面有 我都不會覺得奇怪了 超級清澈 這裡面的展場是沒有 雖然說它是不用錢 但是裡面是不能夠拍攝的 裡面這邊有展一些 就是關於這個高山這邊的一些歷史 還有以前聽說曾經存在的高山城的CG圖 還有他們是有做出的模型等等 這邊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說如果你進來到這邊呢 你就可以不用花任何一毛錢 你就可以知道說這邊的歷史是什麼樣子 你也可以看到關於這邊 以前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啊 然後支配這邊的人又是誰等等 我覺得如果你是懂日文的話呢 在這邊應該是會收穫滿滿的感覺喔 好 然後等一下隔壁那邊聽說是可以體驗 就是你的名字裡面曾經出現的東西 至於是什麼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好 各位就是這個 大家看到這個有沒有什麼似曾相似的感覺啊 我們這個就是要做像是這樣子的東西 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喔 我們來試試看吧 喔 有編出來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耶 完成啦 這就是我做的繩子喔 超可愛 其實這樣仔細看它編得超細的耶 線超級漂亮的 我這次的目標是暖色系組合 就編織成像這樣的顏色囉 耶 完成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編的喔 歡迎來高山 我們在高山等待在高山等待在高山等待在 大家趕快要來玩喔 來做這個 超好玩 哇 出來了 哇 現在太陽好大 我覺得它這個體驗滿有趣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們會把當地的民族 那種記憶融入在這個 可以讓遊客體驗的活動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 不管是不是來高山這裡 就算你去別的地方 如果有一些可以體驗當地的一些風俗 或是體驗這種 他們當地才有的這種編織法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推薦大家 都要去試試看喔 好 那我們現在就繼續回到 我們那個老街的部分 我們再帶大家看一下老街的景色 那我們之後差不多就要回去飯店囉 便利商店大家其實仔細都可以看到 後面這邊其實是有一間全家的 他們的招牌都會設計得跟這種 旁邊的建築物一樣的顏色 這也是他們對於那種老街 或者是那種景觀維護的一個用心 像是不只是高山這邊 還有像比如說京都那邊 也都有類似像這樣子的那種店家 有空大家也歡迎去找找看喔 說到觀光地呢 我們要幹什麼呢 那我們就來坐個人力車吧 沒錯 這支影片的第二次坐人力車 我們一起來看看 邊坐人力車邊逛逛這附近吧 飛驢牛壽司 還不賴 而且他們很有趣的 他們拿這種有點像蝦餅一樣的東西 當作一個盤子 就是你吃完壽司你還可以直接把它吃掉 好的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了這個高山站 今天的這第一支影片大概就會到這邊結束了 不過大家也不要急 下一支影片很快就來了 這次的這兩支主要是要想帶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跟武士 城堡 另外還有忍者的一個系列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記得一定要繼續追蹤下一支影片喔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然後再上傳新的影片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或者是你也可以選擇加入我的頻道會員用這支方式之處喔 那今天的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不見不散囉 拜拜 OK 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就是松本城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寫國寶兩個字 在日本被列為五大國寶的牽手詞 好吃 它味道有點甜甜的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準備前往下一個地方 下一個地方就是最神秘的忍者村 伊賀忍者村 好 我們要進去忍者的房間了 很快 好快啊 一隻手 兩個一隻手給你